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Centrino 郭靖彤 大眼 還有艾力 今天我們就要說香港運動員何思培 就在昨天早上的游泳比賽中再次獲得銀牌 成為了香港首個在同一屆奧運會中獲得銀牌的選手 但是與此同時 在直播這場賽事的APM 真的多多事發生 就有一些正常人在觀看這場比賽的時候揮動著我們的區旗和國旗 原本這麽正常的行為 竟然惹起黃絲的不滿 就發生了在自己中國人的地方揮動自己的旗幟 竟然會被人打的事件 與此同時 就在APM《HER》國歌的事件中 警方在昨天正式拘捕了一名人士 而且從他的身上還搜出了很多港英的旗幟 原來這個人 就專門在奧運會期間 去到煽動黃人搞事 不僅如此 今天還有幾個體育界的人士 就走出來抽水 企圖混淆視聽 就說到我們這些正常人 想打壓運動員一樣 但是就說些不說些 行為極度醜陋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我轉頭回來看看 再之後就是 關於全球都流行的很嚴重的病 除了2019年已經確定了 其實有很多個案 是遠遠在中國之前 在世界各地上演 除了陸續有國際間的醫學雜誌 醫學報告 甚至美國本土證明了這個病 不是中國出來 甚至不是人有意為之 有意創造 現在確實的證據越來越多 在這個月 英美兩國都在媒體上醞釀著 美國的一個軍人的血氣互助計劃 而這個血氣互助計劃 和這個病在2019年爆發出來 是有極大的關聯 而事情也扯上去美國的 一個研究病的工作室裡面 這個工作室 就在2019年關鍵時候 爆發之前 他就蓋了當 又有大量的證據 證明有可能這個工作室 和這個病在全世界流行 也有極有關聯 而在當美國大力呼籲全世界 說要查中國的時候 我們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也都說 已經有大量的聯絕去支持 要查 而美國的工作室也要一聘調查 整件事發展下去 極有可能 會確確實實 在世界歷史裡面 還我們中國一個公道 而揭發美國的醜行 轉頭和大家慢慢披露 再之後就是 首中國安法案件 昨天終於塵埃落定 被告唐英傑兩項罪名都同時罪成 被法庭判了他9年的監禁 等會我們就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次審訊所帶出來的訊息 也會討論一下唐英傑被判9年 究竟這個刑期是輕還是重呢 我們一會兒回來看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今晚有我們的新潮民直播 時間就是晚上的9點9 約定和大家見面了 還有的就是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首先要說一說奧運的消息 我想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是我們的香港代表何思培 再次獲得銀牌 這個也是香港史上第一次在同一屆奧運會 由同一個人拿兩面獎牌 絕對是值得恭喜的 在昨天何思培的100米自由泳比賽 我相信大家都在電視機面前 等體獲獎 而一如既往APM一定有播這場賽事 但就在有正常人去到APM拿著國旗和區旗 去看這場賽事 原本都沒有什麼發生 直到何思培贏了比賽之後 在頒獎台上播著國歌國旗升起的一刻 正常人的觀眾就不斷揮動國旗和區旗 誰知道這個行為就勒興了APM的黃絲 這班人為了不想失威 不斷揮動國旗和區旗的正常人 還指罵拿著國旗和區旗的正常人 不僅如此 其後這堆黃絲 還出手推撞拿著國旗和區旗的正常人 要動用到APM場內的保安分隔兩班人 才可以將整件事作出平息 事件也反映了原來我們拿著自己的國旗和區旗 支持本土的選手 竟然會被人打 我想這件事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發生的 而從這件事上也反映了一個現實 就是香港距離真正的和平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大家看到我今天身穿的這件衣服 我想問一下大家 如果我穿著這件衣服 走到出去大街大巷 我想我遭受到的歧視和白眼 一定比起我穿到全黑戴黑口罩 來得多很多 這就是現實 現實就是如果今天我大搖大擺 在香港的街道支持我的國家的話 就會遭受到這樣的待遇 就和APM的事件一樣 雖則有了國安法之後 那些擺明出來搞事的人已經無能為力 但是他們連同其他黃絲一樣 心裡不滿 只不過是不敢訴諸於實質的行動 現在被人抓的多數都是那些很突出的 接受了外國資助的極端分子 但是在社會上依然存在著大部分 心裡不滿 但是不敢做出來的人 現在的香港 在有了國安法之後 總算爭取到一段政治穩定的時間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中美衝突惡化 就在美國副國務卿去到天津 會見我們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大家都不能夠實質達成一些現實的協定 中國只是給了一個list美國 說到中國的底線就寫在上面 如果美國是有誠意要談的話 就請美國遵守承諾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 中美衝突只會繼續惡化下去 而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 外資可以自由進出的中國城市 美國要搞中國的話一定首選香港 看看之前中美之爭的進程 從2014年到2019年搞事時期 美國只用了六年時間 就可以搞到香港這樣 現在雖然有了國安法 表面的搞事事件 就不能夠浮出水面 也得意打擊 但是現在的中美關係比之前更加惡化 美國如果真的要對中國拼命相搏的話 他一定會使盡全力 就會在香港這個地方 用更加短的時間 令到香港搞得粒粒聯 再加上我們香港 有大量的黃人 而且還有很多拿著外國護照的黃人 他們隨時進出 一定落於配合美國或英國這些勢力 潛伏起來隨時自己移動 再加上 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有一大堆貝祖亡中的黃人 長住在外國的 這些勢力比在2019年搞事時期多了很多很多 而這些人什麼時候回來呢 他們影響了我們多少的香港留學生 讓他們滲透回來呢 這些東西我還沒加上去 而回顧政府部門體系 不宣誓的就有百多個人 那大家說了 政府裡面那些黃絲 只不知百多個 這些人 就是邊收政府錢 邊潛伏在政府體系裡面 如果美國佬 一搞事搞到成勢的話 這些人全部蒲頭 自動歸位 而在香港大大小小的企業 裡面不同部門 不同管理階層 也滲入了大量的黃人 他們做的36 不做的36 隨時在工作崗位裡 拖垮整間公司 都不關他們的事 而最可惜的就是 很多老牌的香港大企業 他們傳到第二第三代 因為不是他們自己拼搏打出來的天下 他們也受了西方教育 潮流媒體 這些就是我們香港的現實 再看回我們內地 他的政策堅定 固然可以堅守這些思想滲透 可以防範於未然 但是看回我們香港現在的情況 由於極度開放 加上長期所種下來的禍根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今天穿著這件衣服 大街大巷走出街 真的分分鐘有機會被人打 社會長期都有一個反中 反我們自己國家的情緒在裡面 親英崇美的人和勢力大有人在 所以香港應該是整個中國來說 愛防最薄弱的一環 即使以絕對防守見稱的俄羅斯 而大家都可以看到 偶然去俄羅斯的反自己國家勢力 都可以和外國勢力勾結 偶然都會爆一些零聲的反國家事件 更何況是香港 是的 就算在國際間這些先進國家 他們的國防法律是非常完善的國家 英、美、俄羅斯這些國家 其實他們的大使館 每天都有人主動拍門去申請做漢奸 因此我們應該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接下來 美國佬將會有一個強大的攻勢 發生在我們香港 我們現在應該把握著時間 將我們的護城牆要越堆越高 從APM裡面 我們揮動自己國旗和區旗的事件 竟然搞到會被人打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香港黃人何其多 距離和平 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再看看 之前在APM那裏 聽國歌 警方就說要正式調查 轉過頭就抓到人了 今天就在葵方那裏 抓了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就在APM公然帶頭 舉著龍絲旗 去煽動別人發出噓聲的人 這名被捕男子 又報稱自己是一個義務記者 而且警方在他的身上 還搜出了十支不同尺寸的龍絲旗 警方說到他主要的職責 就是在一些商場 或者其他一些公開場合裏 在播出奧運的時候 就專善動人 去到一起聽國歌 和做出侮辱國家的行為 大家看不見 這些就是暗潛的黃人 他們每做一件事 都有計劃有部署 不像一般人想的那麼簡單 一個人 怎會身上有十幾支龍絲旗 還要有不同的版本 大家可能會想 做這些事沒有錢 做來做什麼 為什麼會有人這麼傻 沒錯 這群黃人就是想香港玩完 他們不是來做建設 他們來做破壞 而且是用盡一切的手段 去到破壞整個香港 然後再拿香港來做跳板 甚至乎想破壞整個中國 你跟他們說道理是浪費 敵我已經非常分明 只不過是埋藏了在我們社會各個階層 融入到我們的正常生活裡 因此這些搞事的行動比以往更加難防 甚至乎這些行為 會令到我們正常人陣營出現內訌 全部都是那些黃絲打算拖垮我們的手段 黃人之所以有這麼大的煽動能力 去到煽動一些頭腦簡單的人 原因是他們帶風向的能力很強 而且他們那些假文宣 說不說的能力也非常強 以下就要介紹三位體育界的朋友 我相信他們的頭腦比較簡單 不知有心還是無意 就不去譴責五家朗之餘 又再不點名批評穆sir 而這三位人士是誰呢 他們是在足球界比較享負盛名的 前香港足球先生陳紹奇 還有港隊的門將葉鴻輝 還有很有名的女足球教練 有愛好牛丸之稱的陳婉庭 陳婉庭在自己的社交媒體發了一篇 同時他那篇篇附帶了一張照片 照片中的他就黑衣黑褲 他就說到自己穿黑衣黑褲 回到內地的生活 不知多受人歡迎 內地的同胞就沒有用有色眼鏡去看他 接著他就不點名批評穆sir 就說到一個人究竟有多黑心 多悲俗、多膚淺 才會用衣服的顏色去批評一位 代表當地作賽的運動員 很明顯他發這篇文 他就沒有理解這個事情的因由 現在穆sir是單純評論你的衣服顏色嗎 不是嘛 而是五家朗有選擇之下 偏偏都選用黑衣黑褲去作賽 而不選擇香港隊提供的衣服 那這個就是問題 你就就著穆sir這件事 就會講一些不講一些 還鋪張照片出來 去擺明支持穿黑衣黑褲的人 那現在是誰黑心 我真是想說一句 一個人究竟有多黑心、多悲俗、多膚淺 才會將人失敗的理由 歸咎到第二個不關事的人身上 如果是這樣 你不要叫牛丸 你不如叫賴尿牛丸 而說話偏頗的另外兩個人 他們又怎樣說呢 我首先講一下葉洪輝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體提及 說有些人花了一生的努力 可能是為了可以為香港 去出戰一次國際性的運動賽 還說到不支持不要緊 但是不要破壞 那麼阿穆sir也是要求大家愛國 你不支持 你現在出謊就是破壞 正正就是有些黃人 花了一生的努力 或者希望未來花一生的努力 可能只是為了破壞一次國家繁榮安定 那麼這一次 不就是某人選擇用黑衣黑褲去作賽的這一次 你身為門將 對眼睛不可以那麼矇狐 不是你怎樣為我們香港隊去作賽 看清每一球的方向 另外還有這個陳少奇 他在他的社交媒體帶出了兩句說話 頭一句說話他就說一段文字 影響了人幾年的努力 你們一個批評 也都影響了穆sir多年的付出 某人 那些姓五姓六姓四那些人 他有紀錄力 就不用你們在這裡為他說的 從賽事的結果我們就看到了 至於陳少奇第二句說話就說 這句說話就比較低俗一點 所以當中有一個字我就不會讀出來 他就說某人我 然後流空了你 擺明這就是罵人的說話 前香港足球先生 如果一段文字可以影響人幾年的努力 我們反過來看 你為港隊作賽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用很多文字去鼓勵你 又不見你帶領港隊踢世界盃 為什麼這麼多人的呼聲 影響不到李承財 穆sir的一句說話 就可以令到人失敗 據我所知這三位人士 就以牛丸陳遠廷來說 這一刻就是我們中國國家隊 U16女子隊的主教練 所以他就拍了一張照片 身處於內地 陳少奇也曾經在內地聯賽找過吃 葉洪輝也好像在內地試過腳 即是這三位人士 對內地都有一定的認識 既然你們這麼義憤難評 為到五家朗說話 又不見你為國家說那句話 那些外媒屈我們國家的時候 又不見你這麼湧出來說 他懶有型 你夠膽就說 我現在跟黃黑暴完全割席 完全不支持黃人行為 出來斥責他們 牛丸你在內地找吃 你夠不夠膽說 牛丸現在身為國家女子足球隊 U16的教練 如果你本身自己 都不明白什麼叫團隊精神 一個球員去代表他的國家 代表他的地區作賽 他的球衣 如果不可以代表他的國家 是他個人選擇的話 你認同他這件事 你還有沒有資格 去教國家的足球隊 去幫國家作育英才 U16就是16歲以下的球員 16歲以下的青少年 他們的思想和價值觀 還未完全建立 很受到他們的前輩 父母和教師的影響 你身為別人的教練 就是別人的師父 你有這種觀念的時候 萬一傳達下去 給我們國家的這群同僚 影響了他們未來的思想 你擔不擔當得起 我個人覺得陳婉婷、牛丸 他們有什麼思想 他們就不太配做我們中國 U16女子足球隊的主教練 如果你說你不是有黃人思想 不是支持黃絲黑暴的 你夠不夠膽 好像格仔一樣 穿上堂堂正正中國人的衣服 你夠膽的話 你才走出來說話 普羅大眾的思想很簡單 大眾就覺得這個世界只要有些人 有某樣事業成就特別出色 某樣技能特別出色 那就覺得他整個人都是一個優秀的人 其實不是的 在心理和思維結構裡面 當一個人在某方面特別出色的話 其他方面就會相對低能很多 可能比普通人還低能 這個是很合理 為什麼我告訴大家 很多運動員其實都很容易有黃的傾向 很多打拳 我們新潮民各個都是打拳的 很多體育搏擊界 也是很容易黃的 那麼也都伸延下去了 為什麼這麼多高專業高知識人士 都是黃的呢 有機會可以跟大家用這個心理角度來解釋一下 現在只能這麼說 但凡一個人他經常放的時間 並不是在處理人事人情了解人性那裡 而是放棄一些冷冰冰的技術啊 數據啊知識那裡的話 那就很容易黃的了 尤其是這種人如果因為 谷起這裡 而導致他的社交不平衡 感情生活不理想就更加容易黃 再之後就是 關於全世界流行的這隻肺病 極有可能 現在越來越多確實證據出來 還我們中國一個公道 現在是七月 剛剛在這個七月 就在英國和美國 甚至在國際的媒體 都醞釀一些新聞 一些新的流出來的資訊 來證明這隻病極有可能 不單止在2019年 遠在中國第一個案子之前已經有 甚至有證據說他怎麼出來 甚至他傳播的渠道都說出來 極有可能 所有事情都根本是美國人搞出來 多項證據也指向美國 今天分三部分跟大家說 第一個部分 不得不提美國的一個工作室 我以下報道這段新聞 將會有大量大量的待遇 大家自己在網上翻查 美國的這個工作室 就叫做 我姑且先叫他的名字 叫做Patrick工作室 又或者叫他Patrick堡這個地方 這個Patrick工作室 他的歷史遠遠 可以追溯在二戰時期 打的這些科學化學仗 裡面所採用的軍備研究 另一個部分 就會說他美國怎麼把這個病 若然是真的在境內爆發的時候 他怎麼廣傳全世界 就是一個美軍的血氣互助計劃 因為美軍全世界都有基地 那麼他們自己對這個血氣互助 也有他們一個系統 就由這個系統廣傳開去 而第三個部分 就要說一下政治 就是政治與情報的世界裡面 當這件事一開始之後 怎樣是有可能 美國嘗試封全世界把口 而怎樣封不住 甚至究竟這個病 是真的不小心 在美國出來之後 自然的途徑出來 不小心漏了出去 還是其實美國刻意為之 發現了這個疫苗之後 刻意就採取他們的情報行動 來到腦屈中國 我們今天就有三部分在這裡說 但是要說第一部分 就是美國這個極度蟹人聽聞 和臭名遠播的工作室 這個工作室 我就叫他的名字 叫Patrick寶的工作室 這個Patrick寶的工作室 他的歷史就是要追溯到二戰時期 這個世界有很多惡毒的國家 怎樣用科學 來加入自己軍備裡面 去打仗呢 這個時候 我想時間先交給大眼 說一說 日本的關東軍 他旗下就是一個部隊 叫做7月31號 這支部隊叫做白太陽 這支部隊搞什麼呢 他正正就是把化學研究的成果 推動到打在化學杖上面 這支部隊有一個領軍人物 叫做石井四郎 他帶領著白太陽 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 做了很多不見得光的事情 而當他們日本戰敗的時候 他們這些不見得光的事情 這些化學的研究 就給了我們中國的土地一個很大的和害 這個本身是惡貫滿營的人 理應要受到法律的審訊 但是當時美國去審這些打仗犯的時候 就沒有把這個石井四郎自罪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這個石井四郎他手上 有很多這些打化學杖的研究資料 他就跟美國那邊做了一個等價交換 拿這些資料去換取美國不起訴他 就免除他上這個軍事法庭 所以這個石井四郎他手上的打化學杖的研究資料 全部都給美國了 美國拿了這些資料 就放在他們的Patrick工作室那裡 作為了他們打化學杖的一個根基 而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喜歡看一些情報世界的秘密故事的話 你就會知道 美國的霸權在這個世界各狂各業都有 不僅美國大力收購了歐洲 北歐那邊的高科技高醫學 來變成自己 為什麼呢 歐洲有科技沒有市場 美國有錢有市場 所以美國在醫學都有霸權 其實地下的化學界美國都有霸權 這些地下化學的害人之物 全世界任何大大小小的犯法分子 嚇人分子 任何這些化學案件出來之後 美國都會派他們的情報人員 明暗地去收集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放在Patrick工作室裡面 所以美國霸權很多地方都有 而在這些化學工具裡面 美國也是首位一致 這個Patrick工作室 就在2019年的6月蓋了一檔 蓋了一檔的原因 就是因為 首先這個Patrick工作室 就是因為他們要節省成本 要省錢 然後就取消了 減掉他們的焚化爐 問題在哪裡呢 減掉焚化爐 而裡面調查之後 發現也沒有一個乾淨的過濾系統 來處理裡面 進行研究的垃圾 因此這個工作室 就近水樓台請了一間 叫垃圾處理公司 專門處理化學和醫療的垃圾 這間公司 就在美國的Maryland Beltimore的一間私人公司 叫做阿提斯灣 醫療垃圾服務公司 這間公司 經常有違規的事情出來 這間公司是臭名軟播 但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又是另一些渠道得回來 其實美國有很多這些垃圾處理公司 不僅是醫療垃圾 工業垃圾 還有核能垃圾 這些公司 其實全部都跟州政府 或者其他這個世界 有些低級國家的政府 就打龍通收黑錢 然後怎樣 就把這些有害的垃圾 倒在那些區域那裡 來害到那些居民 好壞不壞 這個Patrick工作室 就請了一間 不合規格的公司 來處理他們的垃圾 因為為什麼呢 自從他們剩下預算之後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處理他們 這個工作室裡面的 醫療垃圾 周地都是 周地都是髒水 而裡面的人員 出出入入 不但保護衣不足 而且喜歡 真的不戴面罩了 這件事是很容易理解的 你現在美國叫他們 這麼輕切切的罩 他們都不戴 何況要戴那些重砸砸的豬嘴罩 那些重砸砸的豬嘴罩 是香港的黃絲才喜歡亂戴的 有些不是黃絲 沒有參加過動亂 都喜歡上班戴著那些厚厚 重砸砸的豬嘴 來裝了 覺得很潮流很煙 告訴別人 我曾經出過去的 就是這樣 在2020年的1月 這個Patrick工作室裡面駐軍的指揮官 他是一名上教 Dexter上教 就承認了 說他們其實在拉人風舖的時候 他們根本沒辦法處理裡面的垃圾 其實周地都是 周圍亂流 而且保護措施 調查所知道也嚴重不足 裡面出出入入的人 不單止不戴罩 照我們叫呼吸的保護系統 對一些非寧長類動物 做這些醫學手術研究的時候 有時候整個環境 應該是一個滅菌的環境 都沒有好好注意 在一個對流空氣底下 就出出入入 然後研究底下 那些惹了病的動物 就隨意混在籠裡面 就算了 接著 在一個洞裡 處理那些 髒垃圾 化學垃圾 病垃圾 有些貪方便 手套都不戴 然後搬運這些垃圾的過程 你知道這些工作室 有些高壓的防菌門 那些門搬運垃圾的時候 就打開了 然後就搬 然後那些空氣 對流就出出入入入 根本就無遮無掩 可以說是這些人 不但在防護的意識不足 做事操守也都鬆散 美國就有個軍事時報 就企圖採訪這件事 他就以這個信息自由的法案 來逼美國的病控中心 拿一些報告出來 然後調查一看到 就發現 剛才我說的下人聽聞的行為 就出來了 但是很多關鍵的內容 其實早已刪除了 而刪除的原因 和不能透露的原因 猜猜什麼原因 因為 美國國家安全的理由 那就是擺明暗口 所以 在美國 想呼籲他的盟友 呼籲世界一起指責中國 說我們的工作室 其實操守不好 漏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才是操守不好 吶噼 吶噼 的代表人 然後現在就講一講 既然 極有可能是美國的工作室 漏出來的話 現在又有證據 就指出 真的有可能是美國的工作室 漏出來 首先就是 美國的病例裡面 在這個工作室旁邊 這個Maryland州 不是很遠而已 兩個安老院裡面 在2019年的年中 就出了很多 這些完全不明的肺病個案 出來 然後 也是那個時期 也是那個州 就有大家 之前都聽過 說 淡了進電子煙 令身體不舒服的個案 出來了 在一個X光片一看的時候 那個肺全部 全部都花了 就跟現在的肺病 出來的X光是一樣的 那究竟美國怎麼成功把這些病 輸出給全世界 令到全世界有很多國家 例如意大利 西班牙 荷蘭 這些地方 英國其實也有遠在中國有之前 2019年年中就有的個案 現在就找到一個原因 就是原來美國 美軍裡面有個血氣互助計劃 這個血氣互助計劃 因為美國在全世界有很多軍事基地 所以這個血氣的互助 就有他們自己一套系統 而好壞不壞 這個Patrick工作室旁邊 也有一個美軍基地 極有可能是來自Patrick工作室旁邊的基地 在他美國境內的軍事基地 互相交換下 然後再輸出 而捐出來的血氣 一定要在兩個星期內開始運送 而開始運送的時候 就一定要在三天內 用這個冷鏈運送的過程 就由美國去到意大利和英國 有美軍基地的地方 既然去到意大利 我就看看意大利 美國在意大利的軍事基地 就在Vernetto這個區 而的確 意大利最初爆得最厲害的 也是Vernetto這個區 而為什麼會出去呢 就因為話說 在意大利的美軍基地 經常有些志願活動 意大利那裡就有些當地的人 意大利人就參加這些志願活動 來幫忙 相信就是那個時候就流出去 大家記不記得 曾經說過 意大利做過一個 身體出現一塊石的病 研究的時候 就看到原來遠在 2019年10月 有很多意大利人 身上他們的血氣樣本裡面 已經發覺有這個病的抗原 有抗原的意思就是 坐底也是一個月前 已經中了招 隨時是 2019年9月 相信那時候已經有第一個個案 時間非常吻合 而原來這個研究 仔細採納了一個數據和數字 就是當時 在959個研究 身體裡面有癌症的病研究裡面 找到當中有110個人的血氣裡面 有這樣的抗原 而隨後 世衛將這個病 確定了它的新病 將那個報告和標準 給了意大利再次研究 發覺全部都確確實實 是真的這隻新的病 那為什麼會這樣傳播出去呢 相信這隻病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爆發過形態 是先以第一個形態 慢慢地在別人裡面 人傳人出來 之後到爆發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已經是第二個形態了 之所以是這樣 繼中國之後 意大利也是一個爆得非常厲害的國家 爆得比中國還厲害 而英國也是這樣 隨後英國也爆得非常厲害 因為有一批美軍的血氣 又是去了英國那裡 而這個時候 越來越多美國那邊 和病理學有關的人都開始不幫美國了 我相信他們因為他們根本就知道 只是包不住火 美國的臨床 醫病雜誌裡面 有些人拿回以前裡面的文章出來說 就是2019年的12月中有幾天 分別在美國幾個地方 加勒方尼亞 俄勒江 和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不是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不是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是俄羅江上面的華盛頓州 都發現有39個人 對這隻病早就有抗原 不是12月中招 是遠在11月之前 中招了 這些地方 全部都很靠近美國的軍事基礎 不過算了 美國的軍事基礎 全國都有 就起早前 有個澳洲的白人 病理專家 現在他已經挺身而出 走了出來 說他在武漢那裡 和我們中國的專家 一起共事了很久 一直都沒事 而甚至去到這個病爆發之前 2019年的12月 他還跟他們有交流 他說不但他自己和他的同事 全部都在武漢工作室裡做過事 不見他們有事 生龍活虎 崩崩跳跳 如果有事 他們全部人都被鄉了 甚至他說 自從這件事爆發之後 美國 不斷地在明暗的渠道 叫全世界專家禁聲 以及叫全世界專家 要導向他們的研究 導向就是 不是找這隻病究竟怎麼來 是不是自然出來 是要找如果中國出來的時候 是怎樣中國會出來 就是導向他們 只能夠用一個方向來研究 所以整件事 這位專家 亦都挺身而出地說 根本就是過度政治化 在7月30日 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就著最近出來的新證據 都在說 美國多次要查我們的工作室 有沒有違規和有沒有留夜 美國應該正視自己的工作室 有沒有違規和有沒有留夜 現在中國聯署已經有超過二千萬的人 是簽了名 支持要調查這個美國的工作室 如果中國其他聯合國的盟友 一起呼籲要調查美國工作室 的時候 萬一查出來 原來這件事真的美國搞出來的話 可以說是 不只是打你左臉打你右臉這麼簡單 簡直是美國面對一個史無前例的最大危機 再之後就是 昨天首宗國安法的案件終於有了裁定了 這個騎著大馬力電單車 背後插有黃獨江氏口號的唐英傑 她多花不理會警方的勸喻底下衝向警方的防線 而導致三名警員受傷 法庭昨天就藉著她所做的行為 裁定唐英傑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和客人活動罪 兩項罪名雙雙成立 判了9年的監禁 也因為唐英傑犯案時使用電單車 法庭也要求停牌10年 而裁決有了之後 唐英傑的一方表明他們是有意會上訴的 昨天唐英傑報入法庭的時候 她的神情非常輕鬆 我相信她也應該知道自己一定是罪成的了 至於她親友聽到她被判罪成的時候 就抱頭痛哭 也有聽審的人說道 抗爭是無罪的 還有人叫唐英傑撐住 在審訊過後 唐英傑也透過她那名律師劉偉聰 她說唐英傑會像香港運動員那樣撐住 最近大家都說到 運動是不應該涉及政治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都覺得 香港某些運動員好像在搞事呢? 正正就是你們這些黃人 想說政治的時候就說政治 不想說的時候就叫人收聲 現在有很好的一個例子 這名國安法的重犯 比喻自己為一個香港的運動員 說完這裡之後 其實這件案件帶出了兩個訊息 很值得我們細心地分析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一個新犯國安 而且又犯了客人活動罪的人 被判9年的監禁 究竟適不適合呢? 就著這個分裂國家罪 其實判刑的時候就會考慮到 如果情節嚴重的話 量刑點應該由五年到十年不等 唐英傑就著這個分裂國家罪 其實被判了六年 證明法庭也覺得 唐英傑這次的行為 對於分裂國家來說 情況都尚為嚴重 另一條罪 就是客人活動罪 這個罪名如果嚴重的話 最少要判十年 而最高是可以終身監禁 而其他情況的話 一般都是十年以下 而這次唐英傑在黑人活動罪裡 被判了八年的監禁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差異 就好像當日元朗事件一樣 波銘的被告 他們被控都是報報罪 罪行就遠遠低過 這個黑人活動罪 但是最高的那個人 鄧先生也被判了七年 而唐英傑竟然在國安法生效的第一天 大街大巷 開著電單車 在灣仔鬧市封鎖電制 上當日正直是七月一日 我們香港回歸的紀念日 雖然因為病情的關係 街上的市民比往年少 但是也有很多市民 為了慶祝我們香港回歸 出到街上 而唐英傑上當刻 騎著大馬力電單車 背後還要插著一枝黃毒口號的旗幟 在道路上高速奔馳 如果不是我們英勇的警察 設置了多條防線 唐英傑很有可能 握著她的電單車 好像碰碰車一樣 碰向市民 所以如果說她這個客人活動罪 情節比較輕微的話 我絕對不同意 而第二件事值得討論的就是 這件案件控辯雙方 除了就著唐英傑的行為之外 也對這個獨口號 江氏作出了一輪的爭辯 控方專家認為江氏的口號 是帶有對香港分裂出中國的意思 所以認為展示這個口號的人 是蓄意傳達這個信息 去煽動其他人分裂我們的國家 而辯方專家就認為 當時的口號在社會上有不同的解說 辯方專家也說到 革命是可以解釋為推翻一個地方的政權 但也可以解釋為有重大的改變 這位辯方專家說 他們研究所得出的結果是 很多社運人士認為江氏的口號是指爭取自由 而且辯方專家還說到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是沒有政權可以奪回 為了辯方專家 現在誰說你要奪回政權 現在說你分裂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而在這宗審訊結束之時 法官雖然沒有就空辯雙方對江氏的解釋 作出任何演說 但法庭也指出 空辯雙方同時認為江氏是有可解釋分裂的意思 這個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法庭昨天的裁決 就可以令到任何人以後再用江氏口號的時候 就等同想傳播分裂國家口號的訊息 就像黃人店、周小龍、賣衣服、賣餅的店 以後如果他們再張貼這些口號的時候 他們都會變成下一個唐英傑 顧問論點也好 其實唐英傑的案件我自己覺得還沒審完 因為他都表明到他是有意思上訴 大家聽眾也有留意到 這幾年法庭的判決 確實是令到我們正常有些挖刑 如果唐英傑真的選擇去上訴的話 我很希望不會再有一個挖刑再發生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提提大家今晚就有我們的新潮民直播 時間就是晚上的9點9 約定和大家見面了 還有的就是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